欢迎回来台视五间新闻 还记得2015年上映的科幻电影《绝地救援》吗 电影中麦特戴蒙独自在火星上 为了生存种植马铃薯 而在现实生活当中 国际太空站也栽种萝卜 人类史上首批的太空萝卜也收藏了 总共有20株状况都很良好 这些萝卜预计明年会送回地球进行分析 而实验也有助于让太空人 在外太空可以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食物 科幻电影《绝地救援》中 独自遗留在火星的麦特戴蒙 搭起温室众马铃薯 婴儿生存下来 而在现实生活中 人类史上第一批太空萝卜也收成了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一株一株的萝卜破土而出 成长茁壮 绿意盎然 这是美国太空总署NASA 首次在国际太空站种萝卜 NASA宣布这批太空萝卜 在12月3号 由美籍太空人鲁宾斯采收 总共20株 萝卜都状况良好 NASA表示 选择种萝卜是因为萝卜营养丰富 科学家也对它们凉弱执掌 而且萝卜不需要特别照顾 27天内就能发育成熟 目前萝卜已经用铝箔纸包起来 放入冷藏室 预计2021年透过SpaceX任务送回地球进行分析 其实这不是太空人第一次在太空种植物 以前就种过绿叶蔬菜小麦等15种植物 国际太空站的种植机器能提供植物红蓝绿白光等光线 刺激植物生长 舱内也有监视器跟多个感应器 让研究员能随时监控生长状况 透过这些实验 科学家能更了解哪些植物能在微重力下成长 让执行长期任务的太空人吃到最好的食物 保持营养均衡 林一齐编译 林一齐编译